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专辑一样啊 很多色彩 你看很多 rainbow color 所以今天你就穿了红色 对 因为还是新年 跟你一样 而且跟我一样 Happy New Year 因为今天是 还有一天是不是 还有两天 两天两天 还有两天 对 今天是十三嘛 对 还是在新年期间 对 然后我的世界嘛 就是很有色彩啊 然后我是属于比较阳光 喜欢讲话的女生 喜欢讲话 也喜欢唱歌吧 对 很喜欢唱歌写作 所以你的音乐世界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 也是一样很有彩色的咯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创作 是自己无师自通吗 还是有跟老师学 没有老师教创作 其实就是自己这样 从大学开始参加比赛 然后就一直一路上这样 其实说真的 要自己去摸索的对不对 创作这回事 对对对 老师教他可能也是教你一些 很technical的东西 但是最终你要把一首歌写得好听 写得有自己的特色 那真的是要靠你自己的 对 就写了就问人哦 你觉得好不好听 那你去改善 这样一边写一边学习 那你一般上会问谁 我会问袁绍文 我们新加坡的音乐才子 也是我音乐总监啦 其实 还有我很多音乐的朋友 乐手 那一般的朋友呢 还是家人呢 会不会问 其实我觉得 不是音乐圈的朋友的意见 也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是听歌的人 也对 那有没有人就是跟你说过 说有哪一首歌 他们比较不喜欢的 其实他们都很善良 每次给他们听 都讲很好听 怎么进步这样子 所以如果Lorraine的朋友听到 就知道说下一次要狠一点 要独一点 就是觉得不好听 就当面说 可以 没问题 那今天当然你就是要 就是介绍你的歌 让大家比较认识你 是的 那专辑里头有大概 有十首歌曲 那今天要先介绍的是哪一首呢 先介绍新加坡的主打歌好了 就是专辑里面第二首 爱永远不会少 对了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首当主打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其实我的原本要打的歌是我的世界 所以就是那个album的主题太多 可是后来呢 我们就拍了MV 然后华纳音乐 他们就觉得说 因为我在我的世界MV里面 扮演的是学生 可以去YouTube看一下 然后是戴假发 黑发 所以他们就担心说 可能新加坡人 看了会不认得 成立新的样子 OK 所以就选第二首歌 爱永远不会少 爱永远不会少 而且也是比较容易唱 容易就是敬脑的歌曲 好 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这首 爱永远不会少 是不是这么容易敬脑 好 爱永远不会突然出现 会不会随心所愿 可能始终错觉 我对自己说很多遍 但看不见 心就会想念 你的出现在很久以前 不知不觉 两颗心相演 在我试一试 你让我倾讨 你的爱情 渐渐的烦恼都不见 我愿意曾经以后 跟随着你 到天涯海角 不管前面的路 坎坎会有多伤 在我记忆里的街角 丢着你最初的微笑 像做城堡 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从开始到现在 你对我的好 我都看得到 从此路再寻找 爱你一起的老 像天涯海角 像地球太阳在围绕 你是我永远的一刻 我们的爱大老 永远不会减伤 你的出现 在很久以前 不知不觉 两颗心相演 在我试一试 你让我倾讨 你的爱情 渐渐的烦恼都不见 我愿意从今夜后 跟随着你 到天涯海角 不管前面的路 坎坷会有多少 在我记忆里的街角 有着你最初的微笑 像做城堡 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从开始到现在 你对我的好 我都看得到 从此路再寻找 和你一起到老 像地球太阳在围绕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我们的爱到老 永远不会减伤 我愿意从今夜后 跟随着你 到天涯海角 不管前面的路 坎坷会有多少 在我记忆里的街角 有着你最初的微笑 想做城堡 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昨天是情人节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的 这个情流感呢 还没有完全的康复 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 要去庆祝 在这里呢 要告诉驾车的朋友 朝PIE的BKE 在PIE出口那里呢 有车子抛锚了 还有就是朝SLE的City Tunnel 在Merchant Road出口之前呢 发生了交通事故 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哇 好喘啊 你还要说我这么喘吗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跑去带人进来 对 因为有人迟到哦 不是我 对不是你 因为Lorraine刚才 在8点45分的时候 就很准时到了 你要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吗 那个迟到的朋友 哎呦我现在很 很排斥了啦 不会啦 只是来让我喘个气 说话说话Lorraine 大家好我是陈丽兴 嗯 那鲁云今天就是带了 她的新专辑来到这里嘛 对不对 嗯 那新专辑的所有歌曲 我知道都是你自己的创作 除了一首老歌新唱 哪一首老歌啊 恰似你的温柔 嗯 这么多首老歌 为什么会特别选择 选择这首呢 因为我觉得 第一是因为 我觉得她歌写得很好 我很喜欢她的词曲 然后第二呢 呃 她也是我的偶像唱过的歌 我的偶像是 邓丽君 可是邓丽君的歌有很多 对 可是她唱过这首歌 我觉得很好听 所以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 有没有就是很想要 就是把你自己的特色加进去 有没有就是想说 要用什么办法呢 就是 就是摆脱她的那种感觉呢 其实有 因为以前唱歌比较像她 所以唱的时候 第一次唱 第一次录音的时候 就有点像邓丽君的感觉 不过后来我的Vocal Producer 就是Jim 她就说不让我们来尝试 不一样的唱歌的方式 来唱这首歌 所以录出来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很不一样 所以就说你以前啊 以前唱歌的时候 都会有邓丽君的感觉 会耶 因为从小爸爸妈妈 很喜欢她的歌 他们就会在KTV那边 训练我唱她的歌 教我唱她的歌 其实是难免的 因为你知道 小朋友啊 还是年轻人 因为他可能很喜欢 某一位歌手 然后会一直去唱她的歌 然后久而久之呢 那她的那个唱歌的方式 还有声线 就会开始呢 就很像这位歌手 你知道我以前 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啊 你像谁啊 陈晓东 也不错耶 帅哥哦 可是后来讲说 还是就是有自己的特色 比较好啦 对对对 那这个专辑啊 你筹备了多久呢 很久耶 两年 两年啊 算久吧 就是从你开始创作 到录制完成 花了两年的时间 整个过程 那你当初是 因为知道说要出专辑 才开始创作呢 还是就是一直以来 都会有创作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一直以来都有创作 因为我在Wedding Harmony工作 然后Wedding Harmony就是 帮新加坡的结婚的夫妇 在他们婚宴上唱歌 还有帮他们写结婚的歌曲 然后从2006年到现在 就已经写了八十多首 结婚的歌 八十多首 所以一边写 一边就觉得说 然后很多Wedding Couple就说 为什么不要把它录制成专辑 OK 那你写了八十多首歌 但是一张专辑 就只能收录 大概十首嘛 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去选的 在淘汰的过程中 会不会觉得很心痛 说有些歌曲 明明就自己很喜欢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不能够 收入在这张专辑 不会耶 其实最喜欢的都有在里头 都有在里头 然后我还有特地 就为专辑写了一些悲惨的歌 因为Wedding 你不能唱惨的歌 对对对 可是这个是情歌的专辑 所以不可能 你感情的路上都是happy的 所以有时候是幸福的 有时候是比较sad的love song 所以就会有写一些 好像有五首都是 比较悲惨的 五首是比较happy的 就五首比较悲 然后五首比较快乐的 对对对 就balance啦 一半一半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是你今天没有balance 你从头到尾都是很happy的感觉 我大概天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每天都是穿着 很线意的这个衣服 对对对 我很多色彩 我的世界 而且我很喜欢bling bling 我看到了 很bling啦 很bling 那昨天有特别去庆祝吗 昨天情人节呢 昨天我在Facebook上面庆祝 因为我收到最好的情人节 那就是什么 就是HMV排名No.1 恭喜你恭喜Lorene 昨天刚收到消息 今天又放在Facebook上面 所以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有没有就是睡不着 没有睡不着 因为我都很累 所以很喜欢睡觉 所以你就带着笑容睡着的 对对对 然后今天睡醒的时候 还是带着笑容的 对啊 那个嘴巴就跑不上 那你妈妈也问你说 你到底怎么搞的 为什么睡着睡 然后笑着睡 然后睡醒了还在笑 没有啦 她可能已经习惯我 都是这样子 你都是 癫癫的 OK好 那 好啦 那癫癫的这个Lorene 就是要介绍 不是癫癫的还是阳光 OK好 阳光好 阳光好 阳光的Lorene呢 要介绍她专辑里头的 另外一首歌曲 那这首歌曲呢 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主打歌 我的世界 这个也在YouTube 看得到MV哦 好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Lorene创作 并且演唱的歌曲 我的世界